因为不同的业人果报 有些动物理所当然的被人类喜爱 有些动物则被当作是食物 人类与其他动物的互动关系 最早是掠食者与猎物 大约一万四千年前 人类和犬科动物的同伴关系逐渐形成 到了21世纪 我们的屋子里有猫是宠物 盘子里的猪却是食物 人与动物的关系 那些爱的恨的即被我们吃掉的 经常呈现一种前后矛盾 反复异常的状态 我们看到电视报道 政府有来严格 整个庄园来抬狗 甚至抬鸟 有的人说 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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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怎样的 他们就抬 他们抬就没要紧 当然 如果要说比较严重 这就是厄 他们的厄不一样 甚至政府 还有这个保育 既然政府规定 我们就不要来违背政府 你如果够他再来犯 你叫他出法 这就由他的立法的理由 但是说来说去都是中生的严 谈到道德 一般人都会认为应该在生活上的各个层面实践 但有趣的是 在食物的选择上 我们却很少将道德考量在内 究竟道德在我们的食物选择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这个问题的重点 在于我们生产什么样的食物 及如何生产我们所摄取的食物 这对我们的环境 个人健康 社会 及数百万只被野蛮剥削的动物的生命 都有深远的影响 十方新闻记者 来伊荣台北采访报道